燈啊 你們 好 大家好 大家好 你們好活潑 感謝主很有回應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沒有他那麼會講 所以我要趕快免得這樣子 像他本來要講的一句都沒有講 我剛剛說我這個給你講 他要三小時才講得夠 他說不要不要 因為今天第二堂周牧師 希望講到有關於家庭的方面 所以我先講兩個家庭 有兩個在紐約州的家庭 讓我們看到他們後代的子孫 有什麼樣的大的區別 就是有一個報道講到 兩百多年前 每約兩個 紐約州兩個家族的故事 一個是諸克 然後他是一個酒鬼 當時他經常的為非作歹 然後兩百年來他的子孫 一共有一千兩百多個後代子孫 那這當中有超過四百人 因為行為不減就染病了 或者是他肢體就殘缺 然後另外有三百一十個人 是街頭的遊民乞丐 那有兩百個成為妓女 然後有一百三十個就是重刑犯 有六十個冠妾 然後有一百五十位酒精中毒 七個職業殺人犯 這是諸克他的整個家族 就是生活在貧窮疾病犯罪 這種墮落的環境當中 沒有辦法翻身 其中只有二十個人 是有謀生的技能 但是這些謀生的技能 還是從監獄裡面學來的 所以他的家族不僅對社會沒有貢獻 而且每年他還耗損了美國政府 數百萬美元的資源 那另外一個家族是愛德華茲 他來自一個近前的牧師的家族 所以兩百年來呢 他有近千名的子孫裡面 他出了三百位的傳道人 宣教士或者是神學教授 他有一百四十位的法官跟律師 那有十四位的大學校長 有一百二十位的大學教授 有六十名的傑出醫生 也有六十名的著名作家 有無數個成功的企業家 國會議員以及一位美國副總統 愛德華茲這個家族 帶給美國的社會跟教會 貢獻跟影響是難以估計 所以從上面這兩個家族 我們看到我們要有好的家庭 好的後代子孫 敬錢的信仰是多麼的重要 所以今天呢 讓家很幸福 我們特別要講到就是 怎麼樣來建立一個基督化的家庭 跟我說一次基督化家庭 基督化家庭 不是說我們每一個人 我們家庭的成員 每一個都有到教會 就是一個基督化的家庭 當我們講到家這個字的時候 每個人理解的意思可能不太一樣 中文的家這個詞呢 有三種層次 分別對應到英文的三個詞 就是你會想到house對不對 house也是一個家 然後會想到home 也會想到family 那house就我們都知道 就是一個硬體的房子 你們都在美國更清楚 那這是指的房子的一個外觀 那第二種層次是home home指的就是我們家人住在一起 那第三種層次family 這才是我們今天所關注家的意思 美國有一位備受敬重的家庭教育專家 Anna Bosford 她說family的定義是什麼呢 她說家是一個彼此幫助的地方 是無所不談的所在 是品格成長的原地 是孕育對上帝認識的搖籃 就像一個孩子 他遇到困難的時候 他需要幫助 他需要安慰扶持鼓勵 他第一個應該想到的是哪裡 家 對嗎 是指一個家人彼此的支持 透過我們彼此的安慰和愛 讓這個孩子有能力有力量 繼續往前 那家庭也是孩子品格塑造的原地 也是孩子認識上帝的搖籃 那家庭是影響人類社會最大的一股力量 如果家庭和諧我們在台灣說 就是因為家庭瓦解崩壞了 所以整個社會就崩壞 那家庭和諧社會就安定 如果家庭有了問題 社會也跟著出了問題 那今天在我們台灣最根本的問題 其實都是家庭的問題 因為我們教會有做課後輔導班 在不同的城市在我們所在 也有在花蓮也有在原住民那裡 真的都是因為家庭 很多的隔代教養 或者孩子生了就沒有人養 小爸爸小媽媽也不會養 等等的這些問題 所以這是台灣最近 這幾年就是越來越嚴重 而美國呢 台灣我們現在聲稱就是 不婚不生不養不教 就不教啦 就是生了也不會教 就是不婚不養 不生不養不教 對台灣真是三十幾歲四十歲 沒有結婚的多的是 很多的孩子都是我們叫做啃老族 就是他就是對 他也不出去外面獨立 反正就是這樣 那台灣很多的這些 衍生出來的社會問題 那不只台灣不婚 我查了一下 在美國也是一樣 去年七月 美國聯邦人口普查局的數據顯示 美國四十歲不結婚 寧可選擇獨居的人呢 已經創下百年的紀錄 另外一個研究中心呢 他也公佈一個調查說 2021年美國有25%的人 四十歲沒有結婚 那高於2010年 2010年只有20% 2021年就25% 所以不婚的趨勢也是逐年在攀升 那聯邦政府也公佈一個數據 就是去年2023年 美國的總生育率 也降到歷史的新低 就是美國婦女的總生育率 僅有1.62% 比前一年又降了2% 就是遠低於維持人口自然維持的2.1% 這樣的一個水準 他說這是美國聯邦政府從1930年以來 總生育率最低的數字 這是2023 所以新生兒呢 也降到359萬個 是從1979年以來最低的新生兒的人數 所以他們有一個名詞 我們知道我們 像我們這一代跟周牧師 這一代我們叫做嬰兒巢嘛 就是戰後Boomer 對不對 Baby Boomer 那現在這個世代他們稱為 Baby Booster 就是不生小孩潮 就是有這樣的一個說法 那所以呢 他說為什麼呢 就是整個從特別疫情之後 就是美國這些人對於未來是更加的不穩定 不確定 許多人以為了疫情底下會因為家人的團聚 以至於就有更多的小孩誕生 但事實上只有5%的人因為疫情而決定 藉機就懷孕這樣 反而有高達25%的人就決定暫緩生孩子的計劃 可見這個生育率的降低 是全球疫情底下必須共同面對的長期趨勢 因為台灣也是日本也是 就是出生的人口少於死亡的人口 對 就是所以我有一天在想 我不知道2050年台灣就是變什麼樣子 就是因為生的少嘛 然後老的越來越多 就是像日本 這是很大很大的影響 那為什麼現在的男女都選擇不婚不生呢 我們台灣有一個遠見雜誌 就是他們對於這些青壯未婚男女所做的民調 男生不婚的兩大原因呢 就是因為他們收入太少 下一個 對 他們沒有要養小孩 他們不需要婚姻 那女生呢 好 女生就是 欸 又是這個 就剛剛那個 對 欸 又是這個 下一個 對 欸 欸 對 上一個 我搞不好 女生就是不想失去自由的生活 還有女生不信任這個婚姻的關係 好 那我想這些以外呢 多少都是受到家庭的影響 父母婚姻的影響 也是造成這些因素 那在這樣的一個不生不婚或是晚婚 甚至是懼怕婚姻 對 好 懼怕婚姻以至於拒絕婚姻 這樣的一個潮流裡面 基督化的家庭就顯得十分的重要 對嗎 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們要談一下 基督裡的家庭婚姻 來看一下從這個角度 很多的時候我們可以有基督徒的家庭 可是我們沒有基督化的家庭 基督化家庭是一種 以基督為中心的生活方式 是一種以基督的真理為我們行事為人的原則的生活 就是剛才劉牧師說把神的話和價值觀活出來 可以活出來 不只在客廳或者是我們台灣流行在客廳 我看美國也是Bless this home 或者說基督是我家之主這樣的牌子 而是在每一個我們生活的層面 都能夠凡事求問神榮耀神 流出神的愛 那美好的兒女 婚姻敬前的兒女 全家歸主 愛主 服侍主 是神要祝福我們的家庭的藍圖 所以讓我們一起來建立有神同在的美好家庭 我們就分兩點來分享 首先基督化家庭的重要 對 按下面 對 我老是搞錯 因為我們教會是在上面的 對 好 基督化家庭的重要 第一就是見證屬神婚姻的美好 跟我一起說 見證屬神婚姻的美好 當我們遵守聖經的原則來經營我們的婚姻跟家庭 我們就可以見證出神的愛 那我們知道一個榮耀神的家庭 一個美滿的婚姻 一個好的家庭關係 是最有利的證明 就是人家看到我們的家 人家就非常的羨慕 你們的家 你們的孩子等等這些 那些不認識主的人 能夠看到神的同在 所以我們傳福音的時候 不只是見證我們口中所說 是人家要來看我們的生命 我們的家是怎麼樣 這才最吸引人 過去母親節嘛 上個禮拜 對 你知道我們教會 因為我們鎖定 母親節是帶人信主的日子 帶媽媽信主的日子 所以我們訂了兩千分 兩千份應該兩千份的母親節禮物 結果你知道我們來了多少的媽媽 反正我不知道多少的媽媽 就是五百份 我們還要再訂五百份 不夠了 我們那天來了兩千五百個媽媽 哇 全部都是人 這是我們經營很多年 因為之前幾年前我們就發現 欸 母親節怎麼 人聚會的人很少 為什麼 大家都去過母親節了 大家都不來聚會 我就說 蛤 怎麼會這樣 所以我們就開始轉變 就是母親節要怎麼樣 把媽媽 不信主的媽媽 邀到教會來 那些青年 青少年 把他們媽媽邀到教會來 那五十幾歲的也把他們的媽媽邀到教會來 所以非常的感謝神 有很多美好的見證 那我們的社青牧區 就是大學之後的 大概四十歲以下的這個 我們叫做社青 那他們就是有一個年輕的弟兄小組長 就曾經就分享說 有幸福小組的時候就是best 就是這些不信主的 他們看到這位弟兄他跟妻子的互動 所以他們就被他們散發出的那個 幸福的氣氛所吸引 所以故每一周 他為什麼會去幸福小組 是因為看到這位弟兄的見證 看到他的家就是不太一樣 所以他就去 後來這個best就受洗 那福音就是好消息 還不認識神的人 他要看到 他們要聽到的就是好消息 他們來到教會 他們會看到 在教會裡面的婚姻家庭 是不一樣的 是給婚姻有盼望的 這就是一個好消息 所以真是非常的盼望 讓我們能夠活出神的話語 以至於有一天 也許在我們台灣就是 你搭計程車 我們很容易在台灣在街上 就遭計程車 好些的弟兄姐妹都見證說 當他搭計程車 他不知道 他只是說帶我去個淋涼堂 那個計程車都知道 我知道哪裡有淋涼堂 因為就是有一個好的名聲 教會有一個好的名聲 讓我們的婚姻 我們的家庭 能夠反映出神那個永恆 永遠不變的愛 那個舍己的愛 以福所書五章二十四二十五節 我們都非常的熟悉 我們一起讀好嗎 教會怎樣順服基督 妻子也要怎樣 凡事順服丈夫 你們做丈夫的 要愛你們的妻子 正如基督愛教會 為教會捨己 神說我要你跟你的妻子 你跟你的丈夫之間的關係 是像什麼 像耶穌跟 跟耶穌在十字架上 他跟為我們做成的救恩 基督跟教會的關係一樣 所以當人在這裡看到一個丈夫 她怎樣去愛她的妻子 就會很訝異說 你們這些信耶穌的 真的有一個很不一樣的愛 你知道有一陣子 我公公還在世的時候 我們每一個禮拜固定 一天休假的時候 我會帶她出去吃飯 她也年紀蠻大的 然後我們總是看到 因為我們都是固定去那個餐廳去香園 然後就看到 林桌就是有一個 有一對老夫妻 他們應該 我猜啦 就是他們應該是孩子在美國 在或是在哪裡 就是他們也蠻老的 他們每那一天中午也固定都去 然後他會帶一瓶酒 他們兩個人 我真的跟你講 他們都沒有話講 好就是兩個都吃自己的 我就跟我牧師說 羽毛我們不要老了有一天 就變成這樣子就是 是一起吃飯 可是我從來沒有看過 因為這樣我就會一直看他們 就是都沒有一句話講 有一天真的變一個圓桌 為什麼 他的孩子回來了 所以我就說 他一定孩子是在美國的 叫他回去了 所以你知道 人家要看到我們 即使年老了 我們還是很不一樣 可以這樣的彼此相愛 會看到信耶穌很不一樣 那如果一個妻子說 就算我的丈夫不是最完美的丈夫 可是我願意順服我的丈夫 正如我順服耶穌基督一樣 那麼神就要使用你們的家庭 來見證上帝的福音 因為人家會很想要來問你 為什麼你的秘訣在哪裡 我們有一位小組長 他非常地順服他的丈夫 因為他跟他的丈夫是一起共事 共同經營一個公司 你知道夫妻一起共同 這是很不簡單的很難的 我跟他從二十幾歲到現在 超過四十年 我們二十四小時都在一起 凡事 不管是生活休閒工作 我們全部都綁在一起 你說我們怎麼 他說我們超兩百多次 我看我們吵四百次 不止 就是 因為意見都很不一樣 就是他有他的意見 我有我的意見 所以我們這一隊也是他們 一起共事一起經營公事 可是 其實這個妻子很多的委屈 需要 但是他寧願選擇遵照聖經的教導 他放下自己 所以呢 其他的同事還有他的孩子 他的女兒都看在眼裡 那當他有一天他開幸福小組的時候 因為我們在台灣就是我們 我們會固定的時間 小組就會 這段時間就是BEST的時間 就是我們會不同的跟其他的小組的時間 是不同的內容 他們就會設計 然後邀這個BEST來 當他開幸福小組的時候 所有他的同事都願意受邀來參加 那他的孩子在我們的青年Youth裡面 也有很不錯的成績 那我們的姐妹就做見證 感受他自己真的是一個蒙受了神 極大恩典 是大大蒙福喜樂的人 我的意思不是說 基督化家庭就是一個十全十美 事實上人都有罪性 剛才講的對不對 沒有問題的婚姻是不存在的 因為我們都很軟弱 但是呢 我們就相信神 神能夠改變一切 那第二個基督化家庭 就是來傳遞神的真理 第一個是見證神 屬神婚姻的美好 第二個就是可以來傳遞神的真理 那我們知道神最偉大的仆人摩西 耶和華神的信仰是 他的母親建造在他的裡面 然後但以理美好的靈性 是他的家庭 怎麼變成這個 但以理美好的靈性 是他的家庭傳遞給他的結果 因為他被掳在外邦 是誰把這麼好的靈性傳給他 他才十幾歲 那提摩泰在聖經裡面說 他對聖經真理的信心 是從誰傳給他 他的祖母就開始對不對 還有他的母親教導他 所以各位家人 你兒女的信仰 他們美好的靈性 他們對神的敬拜 是誰的責任 是我們的責任 真言二十二章第六節說 教導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 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 從這一節就看見 教養孩子是父母的責任 那在教會呢 教會在有牧養上的陪伴關懷 也會有一些課程跟活動 可是孩子每周 在台灣我們只有大概幾個小時在教會 他有更多的時間是在哪裡 家庭裡面 那當然父母的影響是最大的 從聖經來看 神要我們如何教導我們的孩子呢 生命記第六章 這裡我們一起念琴 以色列啊你要聽 耶和華我們神是獨一的主 你要盡心盡心盡力愛耶和華你的神 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話 你要記在心上 也要殷勤教訓你的兒女 無論你坐在家裡 行在路上 躺下起來都要談論 神說你怎麼把信仰傳給下一代 就是你要不斷的來 把神的話分享給他們 在這裡殷勤教訓的意思 是全面性的 是一個很自然的把神的話 融入在家庭的日常生活裡面 比方說你買房子 你購物你工作 你遇到困難 你如何選擇 你如何做決定等等 甚至夫妻的衝突 讓孩子都在其中 能夠看到你 什麼樣的反應 這是對孩子信仰最好的一個建立 當然我們更要鼓勵 帶孩子來教會 在台灣的時候 我們就是要鼓勵他們 但我覺得最重要是 你們在家庭裡面那個生活方式 我們的生命 我們的價值觀 點點滴滴 不知不覺其實都烙印在孩子的心中 有一對父母 他主日聚會完 常常就在汽車他們前面 孩子坐在後面 孩子很小 可是他們就開始批評 今天教會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牧師講的怎麼樣怎麼樣 你想他的孩子坐在後面 他知道嗎 他完全知道 他看見他聽見 雖然他還這麼小學 可是他聽得懂 甚至兩歲三歲 他就能夠懂了 他知道 你的孩子會認為說 怎麼搞的 信仰是什麼 就是怎麼好像說一套做一套 請問他們會對信仰很認真嗎 不會 因為他們覺得 就是覺得父母是怎麼樣 我的爸爸在教會是一樣 可是在回家是另外一樣 在我們教會就是都有這樣的事情 你知道我們甚至有家長 他為什麼不願意讓他的孩子來教會呢 因為他就是很怕 他的孩子會講什麼 會把他們家的 這個 就是說我們很希望就是 我們的兒童的同工 所聽到的 就是 就是因為孩子很天真嘛 他們會說 昨天晚上我爸和我媽有吵架 但是 他爸媽可能是教會的小組長 他們是 就是 你知道 就是 所以我們的兒童同工 還有我們的青年同工 非常的不容易 他們也是看 欸 這個爸爸 這個父母 這個是怎麼樣 是怎麼樣 那當然我們都學習神啦 好 因為我在帶領他們嘛 他們就說 我就說 欸今天這個姐妹來跟我說 她的孩子怎麼樣怎麼樣 那我們的同工就說 其實是這個姐妹有問題 因為他 他知道 因為孩子會在他們的團體裡面 他們會不知不覺透露出來 所以就看見這個家庭其實是都有來教會 但是跟孩子之間是沒有交流的 好 特別在鼠林的這一個部分 對 那也有我們台灣有不少的父母 特別在我們教會 在孩子一要考試的時候 就不准他們來教會了 比方說下禮拜要會考了 喔 這個禮拜要苦讀 不可以來教會 好這樣 那你就會讓孩子認為說 考試比神還要大 日後孩子在信仰的追求上 也會顯出這樣的價值 他的priority不是我們的神 對 因為他的父母也是這樣 所以我們不單只是在家中傳講神的話 更是要我們活出這個神的話 把神的話傳給下一代 要讓下一代看見我們的信仰是一個真實的信仰 還有一些父母有錯誤的觀念 認為信仰這件事呢 就是不要勉強啦 自然發展就好了 不要太多的去影響這個孩子 請原諒我說喔 你這麼做就是任由你的孩子 在學校裡面 在網路上 在他的交友圈裡面 不斷讓別人來影響他們對神的觀念 我們的兒女不是心中充滿了耶穌 感覺有平安喜樂 就是他們心中充滿了試探 而且被罪惡所剩 所以除非我們把耶穌帶給我們的孩子 否則我們為兒女所做的一切 最後都很可能是徒勞無功 所以講到基督化家庭的教育 我們要教孩子什麼呢 就是教孩子成為敬虔的後衣 敬畏神的兒女 他們才會知道要如何為自己來負責 如果我們做太多了 幫做了他們該做的 那這樣子的教導 我們做太多他們學不到 對這個界線也要非常的清楚 所以在台灣現在非常的難 我們嘗試在教會要開這樣的課程 甚至Homeschooling 但是就是很不容易 因為大家都壓力很大 那沒有時間 所以我常常看見我們的弟兄姐妹就是 因為孩子在那邊吵吵吵 他就丟一個iPad給他 喔 所以他從小就怎麼樣滑這個iPad 就是那實在是他們很需要其實是陪伴 是陪伴 是要好像看見父母怎麼樣花時間在他們的身上 這是非常非常不容易 非常挑戰我知道 所以我們要在生活裡面來教導孩子 來用神的話 教導他們怎麼樣來過生活 第三個是反映屬靈的生命 我們講到基督化教練 第一個見證屬神婚姻的美好 第二個傳遞神的真理 第三個反映屬靈的生命 那因為我們家庭裡面才是最真實的 對嗎 是反映我們生命的光景 也所以只有一個幸福美好榮耀屬神的家庭 才能夠反映出我們屬靈生命的成熟 很多的時候家庭有問題 其實根源是因為我們這個人 我們的生命有問題 對 如果說我們今天來教會 聖理有很大的感動 可是實際上我們回去以後 我們有沒有更愛我們的孩子 更愛我們的丈夫 更順服我們的丈夫 那我們更愛我們的妻子 我們的家人呢 更愛我們在台灣我們都有長輩 更愛我們的公公婆婆呢 如果我們遇見神 我們有沒有回去更尊容我們的父母 所以像母親節的時候 我們有好幾堂 我們主日第一堂 就安排的是一個姊妹 她跟她婆婆 她怎麼跟她婆婆相處的見證 這是不同的 第二堂我們是安排一個 二十歲 剛剛大學畢業的一個青少年 她怎麼尊容她的媽媽 她的媽媽還沒有信主這樣 所以我想這些都是 在這樣我們家庭中 有神的同在掌權 就最好的證明就是 我們能夠彼此順服 我們能夠活出神 神怎麼樣教導在聖經裡面 我們就活出來 可能你會說 我的婚姻不好 因為我的丈夫是她的先不好 她怎樣 我的妻子怎麼樣 她就是什麼樣的人 可是我相信 如果我們自己先改變 順服 那我們的婚姻 我們的家庭一定會帶來改變 因為在我自己的教會 我看到非常多這樣的見證 真的 就是本來衝突 後來我們弄一弄 和好了 過了一年兩年 又開始了 不是說她現在 我們有一個 有一個我出來的時候 她是一個大學教授 然後去年她們就有四個月的時間 來到美國 就是她有申請到一個 我不知道什麼東西 反正就是在學校做研究 所以她們真的很愛主 然後她們就連她女兒 她女兒高中 然後就一起就是來美國 四個月到六個月的時間 然後她們全部就是沒有 因為是短暫 所以她們沒有加入美國的教會 她們就是同步跟台灣 所以都是反的 因為在DC 所以剛好十二個小時 我們她們帶小組 就是都是可能是美國的半夜等等 她們是這樣的經典 她以前也很多年前就做見證 怎麼樣當她信主之後 2015年信主 然後跟孩子那個衝突 孩子衝突很大 可是全部全家都做見證 現在女兒跟爸爸開始和好了 那可是我出來的時候 又聽說這個孩子 現在也不去讀大學了 從美國回來以後 她就是想要在家裡面做瑪利亞 每天就是在那邊清淨主 讀聖經 所以她父母關係又開始很緊張 所以我們就 大家一起禱告 一起想要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也跟她說 什麼都不要說 什麼都不要說 conflict太大 她爸爸是教授 很受不了啊 怎麼有這樣的小孩 可是現在的Youth我們都知道 你絕對不能夠怎麼樣來印的 所以你看見 這是一個慢慢在成長 我相信一定會有突破 所以求神幫助我們還剩下一點點的時間 我就挑到第二點是 如何建立家庭的祭壇 對 那基督化家庭有一個最主要的因素 其實是建立家庭的祭壇 那我們現在在台灣 幾乎全台灣都推行的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聽過 叫RPG的禱告 好就是三個人三個人 對 那其實家庭的祭壇就是 能夠促成 比家人彼此的相愛 同心的禱告 對 藉著禱告來帶下神的同在 所以這個RPG非常的重要 就是我們會跟全家一起的RPG 或者是說丈夫跟妻子 或者跟一個孩子 就是我們三個人 那兩個人也可以RPG 對就是跟你的家人 每一個禮拜你一定要有一個 一起這樣的一個 所謂的Family Time 但是很多時候我們以為Family Time 就是家人聚集在一起 在台灣你如果去餐廳 你會看到一個很奇怪的現象 就是是Family Time 但是不管是四個人六個人 都怎樣 自己在看自己的手機 我的丈夫坐在我對面 他看他的手機 我妻子我也看我自己的手機 他的孩子看自己的手機 這個孩子看自己的手機 每個人都看自己的手機 因為台灣的網路太發達了 走到哪裡都在看手機 所以這不是 家庭的祭壇是我們一起 來禱告 至少你說 從小就可以 即使他一歲兩歲在那邊玩 也可以就是帶著祷告 唱詩 或者是你沒有時間 特別青少年 他也不想跟你 就是我們說青少年 都不想跟爸爸媽媽的 他們要自己 那沒關係 但是我一定跟你要一起祷告 我要帶著你祷告 等等就是這樣子 如果我們能夠這樣子祷告 從常常你知道 我們牧師幫人家證婚的時候 都是回去說 你們兩個今天回去 第一件事 不管你是回到你租的家 還是你去旅館 或者你去蜜月 Anyway 你第一件事就是 兩個人跪下來一起祷告 把這個婚姻獻給神 就是彼此一起的祷告 對 這是家庭的祭壇 那當然你有時間 你就再來讀聖經 再來分享 當然都很好 但是RPG的祷告非常的重要 第二點 因為家庭 這個都跳過去沒有時間 然後父母因為是家中的祭司 所以彼得前書第二章第九節 他說 唯有你們是被檢選的族類 是什麼 有君尊的祭司 對 父母是神所檢選和案例 為子女設的祭司 父母是家中的祭司 那祭司做什麼 祭司的角色就是為人贖罪 為人代求來服侍人 基督徒的父母也要這樣 要把神的同在神的話 神的慈愛帶到家裡面 同時也把兒女帶到神的面前 不住的為兒女禱告 不能夠灰心 因為神聽祭司的禱告 當我們藉著禱告 把兒女帶到神的面前 神就能夠拯救我們的兒女 我們知道有一個奇異恩典 這首歌的作者是 約翰牛頓 對嗎 他的母親是一個虔誠的基督徒 他非常的渴望他的兒子 能夠受到良好的教育 成為牧師 他就不斷不斷跟神禱告 但是呢 約翰牛頓他四歲的時候 他就開始懂得認字 他也會背一些詩歌 可是他七歲的時候 他的母親過世 他也就把信仰淡忘 沒有上學 而且他酗酒他賭博 但是神沒有忘掉他母親的禱告 三十年以後 約翰牛頓在一次的航海的旅程裡面 經歷了神的奇妙恩典 重生得救 以至於他寫下奇異恩典 也是我們對神 也是他對神信仰的告白 另外我們也知道還有一位神學家 奧古斯丁 很有名的 他從小也是非常的天才 充益過人 他的母親也是不斷為他的禱告 因為他貪愛享樂 他放縱情欲 而且被異教來吸引 但是他的母親不灰心 一直為他的孩子流淚禱告 後來有一天奧古斯丁在花園散步的時候 突然聽到隔壁有一群孩子在唱歌 那歌詞就是說拿起來讀吧 然後他剛好他手上有一本書 一翻開視線就落在一句話說 就是羅馬書十三章那裡說 不可忠於醉酒 不可邪蕩 縱淫邪蕩 對 不可荒言醉酒 不可好色邪蕩 不可爭敬嫉妒 等等 你們要以耶穌基督來裝備自己 不要只顧 對 好 不要只顧滿足自己肉體的情欲 突然間 神的靈就光燒他 他就想起來 他的 為他禱告的這位過世的母親 也因此他就悔改 成了一位鼎鼎大名的神學家 對 好 親愛的弟兄姐妹 真的讓我們的禱告的質跟量 能夠足以供應 保護我們的兒女和我們的家庭 求神幫助我們 我們最後我講一個見證 我們教會有一個瑞芬師母 她26歲結婚 27歲生下老大 當了媽媽以後 她突然發現 自己從漂亮的年輕小姐 就變成了一個老媽子 她永遠有做不完的家事 煩不完的心 孩子考不好 她就會非常非常的難過 那就是很擔憂很擔憂 孩子生病 她會很心疼很心疼 好像心都要碎掉 後來她就看到聖經說 智慧婦人是建立家事的 她就問神說 那要怎麼建立啊 神就回答她說 你要成為一個禱告的媽媽 孩子小的時候她發現 她的孩子很好動 那沒有辦法專注 沒有想到去鑑定就是ADHD 這個很多現在台灣 都是過動的小孩 那段時間她非常的煎熬 但是她跟她先生一起禱告 她就決定不要讓小孩吃藥 她要禱告求神帶領 禱告以後呢 當然也不是馬上就得醫治 但是神就教她說 你不要看環境 要夫妻一起來尋求神 所以她的孩子在十歲之前 她都要努力坐在她的旁邊 一直盯著她寫功課 可是十歲之後她發現 這個孩子因為專注力不夠 很容易就在學業上 很自卑很挫折 所以她又帶著孩子要去運動 要發展她的專長 她的孩子就在我們的兒童牧 去開始打鼓 今天我也看到有一個小小的小孩 在那邊彈吉他嗎 我覺得好棒喔 就是打鼓這個瑞凡師母她的孩子祖宣 也是就是打鼓敬拜 這個孩子就越來越有信心 到了國中以後 碰到重要的段考有一次 她就很掙扎 因為她是要帶 在禮拜六的國高團體 帶領敬拜主領 那早上要練習 下午要服侍 禮拜一就要考試 那但是我們這位媽媽 沒有替孩子做決定 她說你自己禱告 去跟你的你的leader來討論 結果那個結論就是說 你服侍神 你會經歷神的恩典 那一次段考 你知道嗎 他的歷史 竟然跌破了眼睛 考了一百分 所以這個孩子 從小就經歷了禱告的大能 所以我們做父母的 我們要我們的孩子 來認識神 經歷神 我們首先自己 要跟我們的神 來建立這樣一個美好的關係 對 所以求神幫助我們 我祝福我們西雅圖林良堂 真的就是能夠不斷不斷的跟隨神 然後你們每一個家庭 都是基督化的家庭 把父母美好的屬靈傳承 帶到孩子的身上 我相信神一定會幫助我們 復興我們的教會 我只要幾分鐘跟他 沒有要明白 上帝的救恩 上帝的救世的計畫 都是一個家庭 神呼召亞伯拉罕不是一個人 是跟他的妻子 所以神對亞伯拉罕的祝福 不是說只有亞伯拉罕這一代 而是說你的後裔 要得到仇敵的城門 所以每一位父母 你一定要明白 婚姻人生美好 在上帝那裡 對你是一個家庭的 所以你們要渴望 上帝進入你的家 你要把你的孩子 帶到神的面前 神為你的孩子 才會有一生的引導 才會有一生的引導 那我們信託神 所以我們捷徑的 很多我覺得一個做父母的 有一個 就是你要讓你的孩子知道 神是又真又火 他透過我們怎麼跟神互動 如果你買房子 你會禱告 你的孩子就知道 他以後考試 他面對選科系 他會禱告 你買房子都不禱告 你選擇工作也不禱告 那他為什麼選科系要禱告 他為什麼要禱告 因為在我們身上看不見神 你要讓你的神 在你的家庭是沒有 你的孩子一定會遇到挫折 他會有交朋友 他會失戀 或是這些東西 在學校裡面有很多的競爭 有很多的試探誘惑 在父母身上 他有沒有看見 你的神是 你是怎麼樣的抓住神 他才會抓住神 而一個孩子如果他能夠有神 他就會一路走在正確的一路道路上面 一路會走到上帝所為他 所為他預備的人生的途徑 而神為亚伯拉 神看不到他的後衣 你怎麼能夠掌握你的孩子的後衣 我們都很希望我們的孩子 幸福 我在裡面有很多企業 他們一輩子努力培養他的孩子 你知道很慘 嫁錯人 女兒如果嫁錯人 這個父母親會哭死 真的永無止境地折磨 你的孩子娶錯老婆 說真的你也會哭死 吵不完 做父母的你一輩子都搞不完 做不完 那怎麼知道你的婚姻 怎麼樣讓他能夠找到對的 因為在生裡面 只有上帝能夠祝福 所以神對亚伯拉 我們父母看不到孩子 你再為他預備再多 給他再好的教育 其實不是重點 不是說不要教育 他有神 說真的 戴伊里 父母能夠看得到戴伊里嗎 父母能夠看得到約瑟嗎 說真的我的父母看得到我嗎 看不見我 我的父母怎麼能夠 是我爸爸做生意的 後來他當傳道人 他一點幫不上忙 他想要幫也幫不上忙 你能幫你的孩子幫多少呢 能夠待遇他多久呢 只有 但神對亞伯拉的應許是 你的後裔要得到 你的孩子將來會有出席 會有成就 那是上帝會為他預備 而且說真的不一定是工作 他的人生信不信 我們剛剛開始說真的 他兩個都是很高級的 媽媽是美國 很有名的經濟學博士 他的先生是做一個很高級的創投的 那家夫妻多麼高 這孩子啊 也是在美國找 這些人一定都早就把孩子送到美國 或是在台灣就讀美國學校的 所以非常的優秀 一路考上美國頂尖的大學 你知道嗎 這個媽媽有一天 你知道她在台灣 她的孩子都已經大學了 有一天她正在聚會 她聽到她孩子打電話來說 媽媽她說 媽媽說你在哪裡 她站在一棟美國很高的建築物上面 她說媽媽 我愛你 還是很抱歉的 她媽媽聽得嚇死了 嚇死了 這種東西 你真的怎麼 不是家不好 不是媽媽沒有供應 不是爸爸不聰明 也不是學業不好 那麼優秀的孩子 我今天看到 她孩子長了一百八十幾公分 好帥的一個男孩 年薪現在是二十幾萬 才二十幾歲而已 她年薪在二十幾 那麼優秀的 但是 竟然她媽媽拆了電話 嚇死了 嚇死了 她出來一直喊 趕快從聚會中出來 她也跟她孩子祷告 然後就發出 告訴她的祷告的同伴 說祷告 祷告 祷告 媽媽現在能做什麼 她在台灣 孩子在那邊說媽媽 對不起 所以 第二次 你的孩子 能夠得到後 得到仇敵的成本 不是你我 能夠決定 不是我們決定 我不是說不要教育 可是最重要的教育 帶到孩子 所以你知道 以色列的海 為什麼這麼優秀 一代一代優秀 那是因為他們 有很深的 舊約的背景 不管他們 是不是secular的 猶太人 但是他們 裡面都有一個 我們是亞伯蘭的後裔 亞伯蘭後裔 他從小就灌輸 你是一個有神祝福的海 你的人生是有神祝福 猶太人都知道 他們一輩子都被剝奪 再大的成就 一下子唇目都沒有 幾千年來都是如此 再大的成就 所以他們真知道 人生不是自己 他們都很成功 可是一個 什麼來馬上就沒有了 所以他們一輩子懂得 要告訴孩子 他說你生命所有的一切 其實都不 財物這些真的不懂 就是你的智慧 永遠不可以挫折智慧 可是猶太人永遠知道 智慧是指著什麼 上帝 敬畏耶和華 就是智慧的開端 你的兒女怎麼選擇 怎麼選擇婚姻 怎麼選擇行業 怎麼選擇人生 敬畏耶和華才會有正確 其實我們也是一樣 我是一樣 那今天我想你們中國 是有很大的智慧 像我們要講會 很多人都搞錯 以為家庭 我們大家結婚 孩子我們就努力 給孩子 我們到台灣叫東補西補 南補北補 吃的十全大補 這孩子好可憐啊 好可憐 真的真的吃十全大補 為了讓他 我們有一次 為了讓他考哈佛 在美國一個人 真的把孩子排滿 那就是要讓他進入大補 那怎麼樣 你孩子進入哈佛了 就永遠幸福嗎 我們魏平是北大的 當然在台北 因為我只認識他 北大在中國裡面 是多麼拔尖的拔尖的拔尖 幾百萬人從此大學生 要考上北大 那嚇死人了 嚇死人 可是讀完北大 多麼父母多麼光彩 我們也覺得我們人生一片明亮 那你問問魏平 北大是不是從此奠定了一生的美好 不過他的美好在耶穌基督的裡面 神的美好 對不起 好了 我們師母說你又啰嗦 不是他說你講得真好 所以我祝福大家 一定要回到神的裡面 你的婚姻 你的人生 統統在你的兒女的未來 我們都知道做父母 特別我們在華人 投資在兒女身上 付出一切代價 就是為了我們兒女下一代能夠出席 那我見到你要知道 敬畏耶和華才是智慧的開端 有智慧永遠超過智慧 有孩子有了正確的智慧 智慧不是說很聰明 人生的智慧 他知道怎麼樣交友 怎麼樣的判斷 怎麼樣選擇 怎麼樣選擇 怎麼樣經營他的人生 讀到年薪二百二十幾歲 二百二十幾萬年薪 但是說媽媽我站在高樓上面 抱歉 你能夠怎麼辦 你能夠決定什麼 你敬了你父母 所有一切給他最好的了 但是什麼是這個孩子的幸福呢 只有上帝能夠帶給你的孩子 好不好我們請禱告 我為大家做個祝福 上帝啊求你開啟在我們的當中 我們每一位都是父母 主啊你把孩子把家庭託付我們 我們信託給你恩待我們每一位 你知道我們有很多的無奈 你知道這世界對我們孩子的剝奪 仇敵要來偷竊殺害 毀壞我們的婚姻 我們的家庭 我們的孩子 我們的下一代 我們奉主的命 我們要奪回來 耶穌你來了 他答應我們要得到生命 並且得到更豐盛 奉主的命 祝福在我們的當中 豐盛從你而來 主啊未來在你的手中 你會赐福我們的上帝 讓我們西雅圖林良堂 成為一個榮耀的見證 我們的婚姻 我們的家庭 我們的孩子向世人見證 因為我們的孩子 只是因為有上帝 祂的人生走在一個穩妥的道路 走在一個新盛繁榮的道路裡面 讓人在我們身上 看見一個有神家庭的美好 有神家庭的婚姻的甜美 我們每一個婚姻都要好久留到如今 我們失去的愛情 失去的婚姻 上帝如同變成水 好像變成水的婚姻的愛情 奉主的名要翻轉過來 重建我們的愛情 重建我們婚姻裡面的甜美 主啊祝福在我們的當中 都要好久留到如今 謝謝我們的主奉耶穌的名祷告 Amen Amen 感谢主 好不好我最後還是想 就是請劉牧師師母 特別為我們當中的夫妻好不好 如果我們當中有夫妻的話 你之後可以 這個手面對面 手拉來一起 好不好 那個 可能 結婚的時候沒有這樣做 但是 這樣回去 第一個要做什麼事情 一起怎麼樣 來一起跪下來禱告好不好 我們 我們請 特別請劉牧師師母來 為我們當中的夫妻祝福 我覺得西雅圖的這個婚姻關係 真的都滿緊張 因為大家都是壓力很大 為我們的夫妻關係禱告 也為我們的家庭 我們的孩子 下次要來 特別來祝福 讓我們能夠 能夠真的是 建立一個基督化的家庭 好不好 大家走動一下 走動一下 面對面好不好 不要 這時候不要客氣 面對面 手牽著手 牽著手 沒有關係 對 我也抱著她 抱著她也很好 對 真的 我告訴你 走到底 老伴 牽手 我們台語叫做 夫妻 太太 叫做 我覺得真好 牽了一輩子 牽著她 我就有無限的 穩妥的感覺 謝謝 我讓妳噴著妳的老婆 她一輩子牽著我 真好 我們好不好祝福 我們一起禱告 上帝啊 當妳把夏娃帶到亞當面前 突然亞當眼睛一亮 哇 這是我 骨中的骨 我肉中的肉 要稱為女人 主啊 現在我牽著的 那個是我的女人 是我骨中的骨 我肉中的肉 主啊 她是我的妻子 是妳所賞給我的棒 主啊 求妳施恩 祝福在我們的當中 主啊 仇敌讓我們 有很多的艱難 磨進了我們的愛情 許多的衝突 讓我們彼此傷害 從今天起 今天在這個聚會裡面 主 讓妳的愛 讓我們重回到起初的愛情 主啊 看到那是我骨中的骨 是我肉中的肉 這個人要稱為女人 她是我的女人 是我的妻子 是妳所賞賜給我的 父 神啊 求妳恩待 祝福在我們當中 每一個婚姻的裡面 讓我們是妳所配合的 主啊 妳把愛 把美好 把甜美 把幸福 放在我們的當中 過去 所有一切的彼此的傷害 在耶穌的十字架裡面 都已經過去了 因著妳的愛 我們彼此老數 彼此寬容 彼此相愛 主啊 今天讓我們回去 我們對我們說 祂妳是上帝賞給我 最寶貴的禮物 我們的兒女下一代 也是蒙福的下一代 他們要在父母的愛裡面 有一個美好的家庭 他們活在安全的裡面 活在一個平安的裡面 我們的家是我們孩子裡面 最大的安全 祝福我們的孩子 活在一個美好敬虔的家庭 是一個有神的家庭 謝謝我們的主 我們禱告祝福 奉靠耶穌的名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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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主 謝謝劉牧師 大家可以請坐 請坐 我們有幾個事情要報告 你們覺得要聚會好不好 感謝主 我覺得就是感覺好像 這一晚他們喝兩口 是又到了 要把它拿走了